你好 我是宇瑟 你今天看过一本好书了吗 我觉得上罢掌这个习俗 对于许多台湾人而言 会感觉到它非常的神秘陌生 而且非常的可怕 所以在这一集节目当中 我想要跟大家来聊聊 关于我对于彰化上罢掌的 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我必须要说 这是我纯粹我个人的观点 它不能够代表什么标准答案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想听 很恐怖很悬疑的那种撒罢掌话 那这一集可能就不适合 那如果说你想听一些 从领袖的观点 从一些玄学 或者是宗教学的观点 来看这件事情 那么我觉得这一集 就非常适合你来听 或许你会听到一些 跟你认知中 上罢掌不一样的一些观念 那我们节目就开始 上罢掌这个习俗 在台湾 据说已经有超过400多年的历史 主要是分布在台湾 彰化沿海的地方来举行 比如说像是彰化 鹿港 福星 和美跟深港 这些地方 那我有彰化的朋友 他们就跟我讲过说 他们从小就有听过 上罢掌这个习俗 但是呢 因为他们是住在彰化市 所以呢 不常真正的经历过 上罢掌 那他自己觉得 好像是因为媒体啊 跟电影的推波助澜之后呢 连他们这些 住在彰化市市区的人 这几年哦 三不五十就会 常常呢 就会看到 听到 就是啊 哪个路段啊 又要上罢掌 那哪个路段啊 从哪里 到哪里 那哪个 哪个时间点的晚上 不要出没啊 然后甚至呢 就是要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要把门窗关好之类的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哎 奇怪了 他们小时候 上罢掌 这样的习俗哦 大部分呢 都是在沿海附近哦 那反而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哦 就是大家对上罢掌这个 呃 因为媒体啊 电影的关系哦 就慢慢的从沿海 往内地 开始来举行 那所谓的上罢掌这个名字呢 主要是跟 绑那个 漏中的线 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呢 我们人啊 在上吊的时候呢 会用绳子来套住 我们的脖子来上吊嘛 大家应该可以去想象说 这个上罢掌呢 就是要超度这些 上吊的亡魂 希望呢 能够透过上罢掌 然后呢 解这个漏中的绳子呢 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呢 可以解脱 一般人都认为说 上吊自杀的人哦 怨气最重 如果呢 不将他们的亡魂哦 透过这种仪式 然后送到海边 然后送到这个 水浮去审判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在这个地区 或者是说 在他上吊自杀的地方呢 就再一次的 叩咬铁 叩咬铁就是替死鬼的意思 那如果说你有看过 那个上吊自杀的人 你会知道说 上吊自杀的人真的还蛮可怕的 虽然他们生前还蛮可怜的 这必须坦白讲 不然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可是选择上吊自杀的人 确实还蛮 那个脸啊 还蛮可怕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很喜欢看那个 人哦 自杀的一些影片 那这种影片 现在比较看不到了 可是小时候 然后这种影片 没有那种什么 18岁啊 13岁啊 什么家长陪同的 这个分级制度嘛 所以呢 我在小时候 还蛮常去 露营带店 租一些 就是 尤其在日本 那种影片蛮多的 就是自杀死掉的一些影片 那我就在小时候 就看过 蛮多上吊自杀的人 的那个样子 就是舌头吐出来 微微的吐出来 眼镜很凸 然后 然后那个脸 我到现在还记得哦 所以呢 可想而知哦 这个上罢掌的习俗哦 如果说是站在 往生者的家属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是希望能够化解 他们对这个 往生家属的不舍 仪式怎么进行呢 上罢掌的仪式呢 他们大概会选择在 自杀者的屋前 然后呢 会在各个路口呢 选择一些路障 那确保整个上罢掌的仪式 能够进行 那通常呢 仪式在晚上的9点到11点来举行 那举行的仪式的那个庙方呢 也会提前来通知当地的居民哦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哦 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啊 什么路段会来举行 那同时呢 也会在每个路口呢 摆放祭拜的桌子 同时呢 也会发放福给沿路的这个住家 跟他们讲说当天晚上啊 你必须要紧闭门窗 不可以出门 然后在门窗上面哦 贴这些福令 以防止往灵哦 跑到你们家去 上罢掌呢 还有很多的禁忌啦 比如说呢 沿途呢 不能够互相叫参加人的名字 第二呢 你不能够脱队 也就是上罢掌这个习俗哦 就是队伍哦 一直走从那个屋子 一直走到目的地去 整个过程当中 你不可以脱队 那听说呢 脱队啊 你就会被煞气缠住 参加的人呢 你不能够带项链 为什么呢 因为项链跟往生者这个 自杀时候的上吊 那个绳子的那个很像 会让往生者呢 就是触景伤情 回想到上吊的情境 甚至呢 会那个怨气啊 会勾住戴项链的人 回程的时候呢 也不可以说话 也不可以嘻嘻哈哈 你以免说错话 然后呢 让鬼魂啊 原本已经要走的鬼魂了 又回头来找你 上罢掌的队伍呢 经过的这个所有的住家 刚才所说的 门窗一定要贴紧这些福令 还有就是农历七月的时候呢 因为阴气很盛嘛 那又是好兄弟 放假月份 所以呢 农历七月呢 就是没有举行上罢掌的仪式了 那就是整个上罢掌的这个习俗啊 就大概就先介绍到这边 那我个人对于这个上罢掌的习俗是这样子 那我先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啊 台湾有很多的民间信仰啊 其实它是一种巫术 上罢掌呢 其实你可以从巫术的角度来看 巫术它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呢 叫做顺势巫术 顺势巫术呢 有点意思就是有点类似模拟啊 模拟 比如说 我们常常听过的 就是冥婚 有没有 那冥婚其实从巫术的角度来看 它也是一种顺势巫术 往生者他离开了人世界 在世的父母呢 就会有种情怀 就认为说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啊 可能过得不会太好 就是可能孤家寡人啊 男未婚女未嫁 那在世的父母亲呢 总觉得说 那是不是要找一门好的人家 把他嫁会比较好 孩子往生跟孩子没有往生的父母亲 总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 能够过得很好嘛 所以听起来冥婚其实也就是 一般父母亲的心态嘛 那所以呢 就会拿红包啊 放地上让人家去捡 婚姻成的 那么就可以让男方娶他往生的女儿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巫术的代表 也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跨越了阴间跟阳间 类似是这种 好那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些部落 他是这样子 那个财产啊 他们是由女方来继承 女方有时候他可能没有结婚 或者是老公很早逝 那他继承很多的财产 所以呢 他就必须要来领养小孩子 那他领养小孩子呢 不一定要领养小孩 有时候他会领养成人 比如说已经十几二十岁啊 三十岁那一种的 不然他可能很老了嘛 所以他会领养小孩子就比较大一点点 那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怎么做呢 就是他有一个女生 就是那个当事者嘛 他就坐在椅子上面 然后呢 前面呢 就会放一盆水 然后呢 要领养的那个男方 那个小孩子呢 就从椅子后方呢 爬进去 爬过那个椅子 然后穿过女生的胯下 然后跨越那盆水 那这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那个动作就是 小孩子经过了女生的子宫 然后羊水破了 然后出生 他就模拟一个小孩子出生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顺势无数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像有些部落 在早期有那种黄胆病 那黄胆病哦 在以前就是不治之症 就是孩子一出生 如果全身都有黄胆的话 真的是很难治的嘛 那顺势无数他会怎么做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呢 他就会去找黄色的石头 浴缸里面呢 放满黄色石头 然后呢 跟孩子呢 就一起洗澡 然后在洗的时候呢 就会跟他讲说 这个黄胆病呢 就随着这个黄色石头呢 离开了你的身体 然后洗完之后呢 就把这个黄色石头呢 把它丢掉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去找他们当地部落呢 黄色的鸟的毛 然后就把它抓下来之后呢 把这个毛啊 刷在这个婴儿的身上 刷刷刷刷刷 然后一样的就是口念一些咒语 或者是说 黄胆病啊 你已经离开我 我的小孩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把这个黄色的羽毛 把它烧掉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就是说 它也是算是巫术 顺势巫术的一种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小时候啊 有时在七月半的时候 不可以去踩别人的影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类似这种的 在部落的地方 也有类似这种说法 就是说有些巫师啊 他很忌讳 他非常忌讳啊 有人啊 就是在他的后面去踩 他的影子 那还有一些巫师呢 他如果要诅咒别人 他会在你踩的那个脚印上面 那他们就认为说 人有脚气嘛 那那个影 那个脚印啊 上面就会有你的灵魂 所以呢 他就拿一些像是玻璃啊 铁屑啊 去撒在你的踩锅的这个脚印上面 就代表什么 那么你的人啊 就会中到这些法力 那你就会有类似被铁钉啊 铁屑啊 玻璃啊 刺穿你的身体的那种痛 还有像是我们最常听过的是什么呢 就是像日本 日本有很多人呢 就是会有那种娃娃有没有 就是比如说你很讨厌一个人 然后你就载个娃娃 然后就写上他的名字 然后就把那个名字贴在他的身上 然后呢 就在月圆之日 然后把这个娃娃呢 送到山上去 然后呢 钉在木头上面 然后拿铁锤 一直钉这个娃娃 或是稻草人也是啊 像这种东西就是什么 顺势的巫术 也就是透过模仿 模拟的方式呢 把你所要转化的这个对象 要有一个代表物 来承接你的能量跟你的意念 这个就是顺势巫术 好 那这个概念如果懂的话呢 就把它转到这个上霸掌 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也是一种巫术的代表 往生者离开的时候呢 他是选择上吊自杀 我们就认为说 往生者上吊自杀 用这种绳子上吊自杀 一定很痛苦嘛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 跟这个结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绳子有关系的 那送肉种的这个肉种 那个结啊 就跟往生者上吊 这个就产生一种连结了 上霸掌呢 就从上吊自杀的地方 送到沿海去 这一个过程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是投胎转世 那送到海边去 海边的这个概念 就是有点类似潜意识 鬼魂送到海边去 比如说像有些地方 也会送什么王爷船 烧王爷船这个概念 还有像是有些人呢 在农历七月时候呢 会送水灯 就代表什么 水本身呢 就是一种潜意识 鬼魂从他上吊的地方 送到了那个海边去 也就是从他了结的地方呢 送往新的世界去了 潜意识就是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顺势巫术的一种代表 那送到那个地方之后呢 再把那个绳子把它火化掉 如果说我们把整个仪式 把它拆解来看呢 好 我们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可以不要用上霸掌吗 我可以不要请钟馗吗 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顺势巫术 它本身就是用代替 你会选择说 用这种仪式是因为 你刚好找到一个投射物 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吗 目的是什么 安慰往生者的家属 他们心中对这些往生者的不舍嘛 我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些 所以我可以做一样的仪式 比如说我可以不要送肉粽 我觉得送肉粽很麻烦 或者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 那我可以准备我家人的照片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当然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不是这个民间信仰 或是道教的这个信众 我是佛教徒 那我就拿我家人的照片 然后念一部地藏经 然后在他往生的地方 念一部地藏经 好 念完之后呢 就招请他 就跟他讲说 摸摸摸啊 你往生之后啊 我对你不舍 那等一下呢 我请地藏王菩萨 送你到海边去 然后到新的一个世界去 那就拿他的照片呢 拿再送到海边去 把火化 你有没有发现 他也达到某种顺势巫术的一种转化 以逻辑来看 就是也是通的 顺势巫术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因应每一个在地文化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所以如果你问我啊 我个人的看法 我就说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呢 只是因为我们对中逵对鬼 产生一种可怕的意念跟遐想嘛 但是如果你从顺势巫术它的产生 你就觉得说其实他没那么可怕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其实 不是是针对往生者 也就是往生者到底有没有 因为送肉粽 离开上吊的地方 到他另外一个新的世界去投胎转世 不可考 没有人知道嘛 对不对 顶多薄杯 那薄杯就真正答案吗 也没人知道 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 安慰往生者的家属 有达到了那个慰藉 第二呢 就是那个房子如果上吊自杀 居民会感到害怕嘛 或者是这个房子如果是储租的 那房东也会害怕嘛 对不对 那我们透过这个仪式 可以让在世的这些人 觉得说 这个仪式达到了 我心中的恐惧跟不安 也随着仪式通往海边 跟着往生者离开的人世间 到了新的世界去了 有没有发现 所有所有的仪式当中的目的 没有办法从往生者身上得到验证 但是可以得到在世亲人 或是在世人的身上呢 得到一种慰藉跟一种抚慰 这个就是巫术 他真正所要达到的目的嘛 现在呢 因为很多的YouTuber啊 或者是像什么直播主啊 都会去拍这种送肉粽的仪式 我觉得呢 从民间信仰来看的话 当一个仪式 他被公开的时候 他的神秘性就不见了 那那个神秘性不见了 对于这件事情 他所蕴含的底蕴 也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 他本来有很多很多种的 这种不公开的仪式 因为神秘 所以有很多人 会对这个东西 是保持一种敬畏跟尊敬的 因为我不了解他嘛 因为不了解 所以我才会尊敬你 可是透过这种 这种坦漏啊 透过这种方式啊 让公诸于世 不了解的人 对民间信仰啊 就是嗤之以鼻的人 或是对这种仪式啊 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怪力乱神的人 反而会让这个仪式呢 的那种神秘性 跟他民间信仰的这种连结 就会被弱化了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不信他 你就不要去理他 如果你信他 那么请你以一种尊敬 这种态度来看待他 我觉得任何的一种文化 它背后都是一种 跟当地人的意识的连结 这种意识连结呢 它没有对错 也就是说 我们身为台湾人 你去看别的国家的一种文化 你会觉得说 那个好像怪力乱神 或是乱七八糟的 类似这种 那是因为你没有在那边出生 你没有那边的文化背景 所以你不了解他 所以你就不尊敬他 所以你从网路上看到很多国家 去另外一个国家玩 有些人说 比如说去泰国 他会用脚去踢泰国的一些 什么佛像 或者是他们的宗 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去到了什么伊斯兰教 然后在他们的什么圣水那边 洗脚洗手 其实就是因为你不了解 所以你失去了尊重 那对于这种上巴掌的仪式 也是 我分析它 我认为它是一种顺势无数 可是不代表是我不尊敬它 我是尊重它的 因为我了解它 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我跟它保持一种 慰藉跟尊敬的态度 有些东西其实不需要公开 因为它需要留在人的心目中 有一种地位 而这种地位是要一点点的神秘 跟一种距离感的 那如果讲到我们林桑派说 对于这个仪式的看法是什么呢 坦白讲 我们林桑派还真的没有这种仪式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人往生 有不同的生命的过程 所以如果当一个人 他选择往生的时候 那家属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帮往生者 做一些事情呢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就要请示母娘 请示神明 那么神明呢 就会去解释说 这个往生者选择走 这条路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讲完了 就会跟再世亲人的家属 来做一个验证 神明讲的跟你的认知 有没有吻合 好 这第一步嘛 那第二步呢 就是把往生者 把它召唤上来 让他跟家属之间产生 就是互动 你心中有什么苦 你就跟你的家属说 那在世的家属 亲人 有任何的这种不舍啊 你也可以透过 牵亡魂的方式 跟往生亲人说 好 讲完这个过程之后呢 如果还有很多 恩恩怨怨啊 没有处理怎么办呢 好 神明就会做主 如果说还是有一些问题 没有处理完 比如说像是这个 如果上吊自杀 怨气太重 那需不需要做仪式呢 那就是请示神明来做主 同时呢 也会问往生者 所以你从这边会发现 灵上派在处理往生者 或者是处理这种自杀者来讲话 处理方式呢 都不会有只有一套 一定是阳间阴间跟神界 三方的沟通 然后再做这些仪式 每一次的仪式呢 也会因应往生者的自杀的方式 跟情节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这个就是灵上派很复杂 又很难学的地方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 用一套走天下 要因应每个个案 他所发生的事情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那这个呢 就是我个人从灵上派的角度 跟巫术的角度呢 来看待彰化 送肉粽这个习俗 那如果说对于台湾的习俗啊 文化还有一些 想跟我分享的呢 那欢迎一样的留言给我 如果我知道 那或者是我可以找到 更多资料的话呢 也会在节目当中呢 能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这一集节目呢 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见 一年只开一次的灵修决心旅程 即将在7月1号 7月2号 还有8月5号 8月6号 再度来开课 这门课程距离善事开课 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 这门的课程的设计 完全是依照我20多年来的灵修经验 专为以下类型的朋友来量身打造 走了很多年的灵修 但是还是对大家一直半解 突然会开口说灵语 写天文 不知道他的内容到底是在说什么 正在寻找灵修之路 但一直被各种的困难跟问题困住 不知道该怎么突破 对神学 宗教学 神秘学 超自然的现象感到好奇 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去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而不是道听途说 更多关于课程的报名方式跟详情 都已经放在了说明栏 我是宇瑟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